在很多基督徒來說 對於聖靈充滿的定義就是生命的更新改變 這的確是聖靈的最重要工作 因為沒有其他工作也不要緊 這最重要是更新人生命 拯救叫他知聚 然後更新他的生命 聖靈的確有經文很清楚講到神跡歧視 其中就是善能傳二章十七節 神說在每日有止 我將我的靈囂灌焚在你 然後他定義說 你的兒女要說如言 見而著作而夢 所以這三個超自然的工作 聖靈充滿的帶來 當然這都是每一個人的程度不同 好像我不太能收到異仗 但我會收到很多信息 這都是屬於超自然的信息 很多信息教導 其實耶穌也說 在迫伯的時候 你不用想說什麼 聖靈教你說什麼 這也是一種啟示 聖靈的啟示 這方面也有人誤解 那你就即是有第六十七卷 聖經 聖經書中六十六卷 你又多一卷 但其實他所有的指示 對一個人 是把聖經的東西 應用在他的情況 不是加憎一些新啟示 譬如說 你現在悔改 你現在去傳道 有些是個人性的 你去非洲 你去哪裡傳道 這些是屬於個人性的指示 這不是加憎聖經 因為不是叫全世界都去非洲 所以不是加憎聖經 這是其中一個經文 第二就是 高林多前書十二章 那裡說的 列出很明顯 聖靈的恩賜 有包括那些 而保羅是沒有說會停的 嗯 而在釋蘭傳二章裡 是說到直至到 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而先 所以呢 就是到了無人之前 都是會有這些聖靈的工作 另外就是馬可福音十六章 那裡也是說到 信的人有神跡 而那裡是說到 你們往普通是傳呼吸馬 停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然後就說信的人必有神跡 除了他們 就是奉耶穌命趕鬼 雪身當然 然後就是 有兩樣 就應該不是我們經常用 或者可能迫巴上用 就是手臨那蛇 若可了什麼毒物 有必不受害 然後就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 所以這裏是說到一些 比較超自然的運作 所以這幾個經文 已經告訴我們 是聖靈工作 是包括超自然的運作 另外在舊約聖經 就有個情況 就是伊莉莎 他就求感動伊莉亞的寧家培感動她 然後他就收到這個禮物 因為伊莉亞就說 如果我被接的時候 你見到我 你就可以得到 他又接了她的外衣 然後他就回頭 他就打水 他一打水 水就開 門徒就說 感動伊莉亞 已經感動伊莉莎 這個經文顯示什麼呢 就是她行的神跡證明 感動伊莉亞的寧已經感動她 即是她已經被聖靈充滿的證據 就是她能夠行這個神跡 即是說神跡也是一個證據 證明她聖靈充滿的情緒 這是一個舊約的例子 是否被其他旁邊的人看得到 這是其一 總之她就是有神跡 證實了她的 是的 充滿了 而在《摩蘭傳》的記載 亦都是持續他們有神跡歧視 這些都是看得到聖靈充滿之後帶來的火轄 但是有很多人就有個《因此宗子論》 《因此宗子論》的根據 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因此 公文所講成 非常像小朋友 我們現在 好像齊視鏈子看 將來就會面對面 之前講成呂台前書十八 至九節開始 但是最主要是十一節 第十節他說 等到那完全來到者有限的必歸於門友 我作孩子的時候 話語好像小孩子 心思好像小孩子 意念好像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丟起來 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看 半看無不清 到那時候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有限 到那時候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即是主知道我多深 我將來都可以明白一切 所以這裏所說的應該是 到耶穌回來之後 耶穌回來之後 但有些人都可以明白一切 解經的人就說 不是 因為第九節要說 我明現在所知有限 先知所說的日 去回第八節 愛是永不知識 先知廣道之難中必歸於門友 說謊言之難中必停止 知識也中必歸於門友 其實先知廣道在原文翻譯 是說而言的 不過呢 翻譯聖經的人 他們就 有些保留 聖經講那麼多說語言 在舊日甚至語記上 十章十九章 都講到那些先知門友在那裏 說語言 他們就寫一句 在受感說話 在《江南東前》十四章 就講到說語言 他就講先知廣道 即是將它全部都翻譯了 先知廣道 這裏就講到說語言 終必歸於門友 講謊言終必停止 所以他們就說 將來這些 這些 說語言 講謊言 全部都會停止了 是何時停呢 他們就不是說 耶穌回來那陣子 而是說 現在新約啟示未完畢 到啟示完畢 那時就清晰了 好像主知道我們一樣 那其實 這個《適經》是很無謂的 其實在蘇永智的書 他都講到 他說這個《適經》是不肯定的 其實在當時 寶樂已經收到啟示 寫到寶樂書信的一部分 又有複音書 其實新約已經剩下很少 剩下很少 後來那些啟示 有了 就馬上變成 面對面觀看 所以這個《適經》是很有問題 他說到啟示一緣筆 再沒有謊言和說語言 只是當時的 所以這個《適經》是很有疑問的 而在康林多前書十二章 是很明顯 是沒有說到何時限制 還有馬可福音十六章 那裡說到 《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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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到全福音到普天下 所以時間沒有限制 而在《適經》 《適經》第二章十七節 也說到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月前 所以三個經文 都是沒有時間限制 而其中兩個更加講明時間 但《適經》是В Carroll講明到 到普天下 pointed 盲聞聽 而《適 Index》二章 討過到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月前 而《適經》 《適經》ted 所以這些經文 亦告訴我們 是會持續的 而且其他重要的冠 legitimately 是果子 的確很多人的生命改變 果子是很明顯的 但是很矛盾地 很多反對聖靈工作的人 他不是看那樣的 他只是說他們的經歷好像很強烈 作為一個測試 就不是看他的生命 很多人都有很明顯的生命改變 不過也有些當然 因為經歷聖靈 經歷聖靈是很多人都可以經歷的 但是聽不聽說 以後的聖靈充滿是另一回事 因為太多人不是聖靈充滿 他只是經歷一下去過聚會 他的問題還未處理好 人們就說他生命有很多問題 他以為聖靈充滿都沒有改變 他就不去找那些聖靈充滿的領袖 聖靈充滿的領袖他們的生命 由那些看才準確 正如有些人去抗拒聖靈工作的教會 找一些小卒 那些軟弱的人都找到很多問題 你應該找領袖去測試 看到他的生命 我覺得生命的測試是最重要的 可惜人有時看到這些現象 他會跌倒 至於有些人很強烈反應 我覺得是可以控制的 不過有些人喜歡享受一下 聖靈充滿他的時候 他覺得很舒服很喜歡 他喜歡喊一下 他喜歡走來走去 有些人不一定是聖靈推動做完 是他自己想做的 的確是可以控制到 這些是可以控制到的 因為有些聖靈不控制 現在他有個誤解 越是強烈這些表現 就越看到神的工作 有時也是 其實在操練上 他放是有幫助 不過有些人不一定 譬如有些人說到 在多倫多的復興 有些人好像狗肺 那些 肆子敲 我覺得有些人很興奮 人家又說這些是聖靈工作 可能他自己本身發洩 或者他很興奮 有些人就強調了這些 宣傳了好像強調這些 應該強調就是 應該多些出來馬上分享他的改變 他對神的經歷 感受 對他的鎮響性 這個就會更加影響人 但有時人就是看錯了 譬如有些人服侍祈禱也是 看他有沒有跌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顯示 不過這個不是最重要 反而他的生命改變 所以我每次祈禱 我立刻說 誰有經歷的 你分享 這樣就被人看得正面 而不是看得正面的現象 所以造成有這些分化 我覺得也是 因為我們傳統教會 很多時候會很強調 你不要追求那種經歷 強烈的經歷 我們唯一可以訓練就是聖靈果子 但是我們其實 某程度上 他們就會覺得 你結聖靈果子 那你們就應該有一些 侍奉的表徵 因為你做了這些事情 那就是你有果子 但是其實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內裡某一個更新 做出來的那些事情 其實就是可能是 就是你為了 補充一些 obligations 去做 但是我自己的經歷 就好像 反過來 我覺得我自己 生命有更新 渴慕 我就自然會去做那些事情 那是不同的 我覺得出發點 是有些不同的 其實你所說是對的 就是將生命更新 然後我們都會去結出果子 譬如說 有些人改變更新 這些你們最好 我就鼓勵你們 會記錄下 手寫記錄 和見證 涉錄 見證記錄 那你都可以 做一件事 如果行得通的話 開一個YouTube的戶口 和Facebook的戶口 就好像我這樣 即時涉錄 和Facebook 立即可以直播 這樣就變成 他們可以全部看得回 亦都是鼓勵 一定要教導 因為 有些人以為 經歷聖靈就解決一切問題 其實不是的 因為 經歷聖靈的充滿 是一種 就是 生命給神去更新 但是那個人聽不聽話 他的思想意志感情 是否被神去改變 都是需要教導和學習 其實 全部聖經 都是開放兩個東西 聖靈充滿 和聖經的教導 他從來沒有說到 你聖靈充滿 就不用教導 所以一樣要教導 和處理生命 他要教導和處理生命的神 他的結束果子就好 所以任何一個經歷 一經人 就是告訴他 很重要的 有一個好的見證 影響其他人 首先你自己從心底處 你真是起的神 你喜歡親近 變成你看到神 是滿有恩典的 於是你就經常都跟他 親近他 被他更新改變 這個首先我們和神關係 跟著呢 所有生命中的垃圾 全部都要處理 因為太多人不知道什麼垃圾 他裡面的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被人影響 他的言語啊 各方面的罪啊 他那些全部去處理 然後呢 也都學習如何去示範 如何發揮生命 這樣的時候呢 人就看到他 真的要帶來改變 那你說 如果找一個美聖年宗 然後做同樣的分別呢 那分別就是他沒有動力 他覺得好像是做事 他裡面沒有那種 那麼強烈那種自發對神的愛慕啊 那種動力啊 處理生命的動力啊 或者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那麼敏感 但是 其實我又會這麼說的 如果有人 他們是 跟從聖經的教導 一路處理生命 他的生命都會提升的 其實這樣過程也會有更大的聖靈充滿 但是呢 我會說呢 有一個分別 在開放聖靈和不開放聖靈的教會 的分別就是呢 在不開放聖靈的教會 通常不是絕對 強調是教導 少強調 愛慕神 親近神 活在神的愛 享受神的愛 但是 就變成了 那個動力在教導那裡 就是你要順從 嗯 而不是 神 這麼美善的 你可以經歷到其中 其中 就是 分別不僅是聖靈充滿的 分別的 另一個就是 神是可經歷的 其實這個他們相信的 我記得我初次上 經常在愛慕教會 我在播道會上聖主的 很多時候說到平安喜樂的 我也經常說 信主很平安喜樂 是完全接受他們都說 信主是平安喜樂 那就可以經歷神了 就是神的屬性 神帶給我們的平安喜樂 但是呢 他們沒有解釋為 就是神的同在帶來的改變 嗯 只是說好像你有這個生命 於是又會有這種果子 就是一種果子 沒有connect去神 沒有連接去神 是神的生命 將來 為何我們會改變 是神的生命 在裡面 所以又平安喜樂 因為神是平安喜樂的 那 會不會重擔釋放 他們相信有 這些都是神的工作 心靈的V字 他們都會相信 那些人的煩惱 有些傷害 那些會處理 他們都相信 但是它沒有連接 就是好像 他們會這樣想 信主之後改變 就不是想到 神同在的改變 而沒有一個觀念 就是神同在可以加強 這個另一個觀念 是缺少的 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當我們親近神 處理生命 愛慕神 就加強 加強的時候 神的工作更加大 就是現在我們 就會將那些存在 在神本身那裡 於是就會看到聖靈充滿 帶來這麼強烈的 這些經歷和改變 我想我們教會 可能會覺得 教導和信奉 就是聽聖經裡面說的 當我們經歷神的時候 經歷聖靈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將那個層次再提升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是這樣 譬如一首詩歌 信奉信奉 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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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缺了这个跟神直接相连 就是那个跟神相连 神改变我的生命 神的同在 赤星所说这些改变 他们就觉得是个人顺服 就没有connect去神 嗯 我就会觉得从圣经 这些是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他们会这样interpret 就是说 我有圣灵于是产生果子 我就会这样 是圣灵在你里面产生的 就是直接跟神相连 是神圣灵产生的果子 所以你越有神的同在 就越有这些果子 亲引神 就是让神亲自在我身上做工 他就产生果子 而不是我的脑 听完之后我听话 这个都有的 就是他们将 因为那个 在神学上都有的 基督和我们的关系 Christ for me Christ in me 有一个 Christ for me 就是基督为我而死 Christ in me 基督住在我里面 他就很强调 Christ for me 为我而死 另外就是教导 Christ in me 是少说的 神在我们里面居住 是少说的 神的改变 神的同在 祂的属性 在我身边彰显出来 这个就是 在圣灵圈子 会多些人明白 于是就会 渴慕神 爱慕神 就被神去影响 而我自己本人 我就将这个教导 连去 所有圣灵的 圣灵的果子 就是圣灵在里面 然后产生的果子 圣灵的恩赐 就是圣灵在里面 圣灵在里面 圣灵产生的 这就是很大的圣灵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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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